上星期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系列 我们由敬拜的源头开始 从启示录看到 我们每次回来崇拜的时候 敬拜的那位神 是一位色在、金在、永在的神 祂行走在我们当中 祂看到我们的敬拜 如果我们再形象化一点 你可以这样想象 在今天我们的敬拜台上 神坐在正中间 又或者祂坐在你身边 如果你知道祂在 你的敬拜会不会有些不一样 我回了那段时间 有时都会问一下大兄姐妹 为什么你会回来我们教会的崇拜 他们通常会说什么 就是我喜欢的讲道 很落地我们的讲道 又或者我很喜欢敬拜的气氛 大师那位姐妹那把声 很有感染力 如果我们每一次 在敬拜的里面 我们的评价都是说 我喜欢 我觉得很舒服 我觉得很适合自己 听不听到一个特性 就是敬拜的主角 是我自己 我觉得这个敬拜 如何 其实敬拜真正的主角 是神 我们每一个都是一个敬拜者 在敬拜的当中 如果我们是敬拜者 其实我们是在付东西 其实我们是在付东西 无论在我们的唱歌 在我们的讲道 甚至在最后的祝福差遣 原来当中 我们这一帮敬拜者 都在付东西 有没有更加感谢 更加尽力地去债美神 有没有在这个敬拜里面出过汗 与其问我 自己喜不喜欢这个崇拜 我应该要问的就是 神喜不喜欢我们的敬拜 神对我们的敬拜有什么要求 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 包括我们有什么心态 有什么行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我要首先处理一下 通常会阻碍我们去热情敬拜的问题 如果我要去找这个答案 我相信最适合的人选 就是在大卫的身上去找这个答案 因为大卫是很紧张自己和神的关系 我们在旧约里面的诗篇 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非常擅长 去敬拜神的人 他会有很丰富的词汇 知道自己为什么敬拜神 他可以用什么去敬拜神 他不单是会弹琴 他还会跳舞地去敬拜神 你如果想看大卫的生命 他的敬拜是充满着热情 但是这样不代表 大卫每一次的敬拜都做得对 我想跟大家去分享有一次 大卫一个很深刻的敬拜的经历 当大卫成为全以色列的王的时候 他想到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将药柜搬回自己身边 你可能不懂以色列的历史 你就会问 药柜是什么?有什么重要? 其实药柜对以色列民族来说 是等同于神的同在 无端竟然会有一个药柜? 就是当初神将以色列百姓 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 在旷野里 他教摩西要做一个回幕 代表神与他们同在 而回幕里面 这个敬拜的场地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物件 就是这个药柜 在以色列人漂流旷野四十年里面 每次他们由一个地方 去第二个地方 起行的时候 都是祭司会抬起个药柜 走在这帮百姓的面前 帮他们开路和找地方 找下一个扎刑的地方 当他们找到扎刑的地方 摆好整个回幕和约柜之后 以色列人的百姓 他们的帐篷 是会围住个回幕地住的 即是代表 无论在什么的景况 什么地方 当他们停下的时候 神都在他们当中 但当大卫登基成为 以色列全国的王的时候 这个时候 约柜已经不再在回幕里面 甚至他不在回幕里面 已经有二十年 你就会问 如果你说到约柜这么重要 为什么可以二十年里面 回幕没有约柜 都没有人做任何事呢 这个就是看到以色列人当时 他们怎样对约柜的态度 其实是反映着 他们和神的关系 是怎么样 他们渐渐开始将神 看为一个吉祥物 这个约柜是保守他们 他们对神给他们的福气 更加重要过神自己 所以在祭司时期以来 他们有一次 和以色列人 和他们的死敌 肥利士人去打仗的时候 他们就说 喂 拿我们的吉祥物来 拿我们的约柜去战场 但在那次的战役里面 以色列人被打败 连个约柜都被他们的敌人 拿走了 就是这样 约柜离开了以色列 战转之间 这个约柜是有回到以色列境内的 但就算他在以色列境内 也没有以色列人想到 我要把约柜搬回到会幕里面 由此可见 普遍的百姓对于神 对于敬拜神都不是特别重视 随便吧 就照去会幕 没有了约柜在里面 随便吧 做好我们平时敬拜的程序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过了二十年 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 他就想起 约柜在哪里 我要把约柜搬回来我身边 来到这里 你会不会看到大卫 人是怎样 他对神的事很上心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对他有很高的期待 他会不会就是 可以恢复了整个以色列百姓 要敬拜神应该有的态度呢 如果大卫今次要把约柜 搬回来自己的身边 即是耶路撒冷的话 我估他一定第一样东西要做的 就是查清楚神的要求 搬约柜要怎样搬 圣经有没有这样说 如果你要仔细看圣经 真是有教的 文数记第四章成章 就是教你怎样搬个约柜 其实如果你要搬约柜 有些东西你一定要注意的 约柜是不能随便望 都不能随便摸的 根据文数记里面的记载 其实约柜是谁可以望的 大祭司一连一次进去智圣所的时候 为百姓献祭才有机会望一望 其他人望一眼都死 那你说如果约柜搬来搬去 怎样可以不让人看得到呢 他如果要搬的话 祭司首先进去 用三层的布盖着约柜 盖好才叫利美人进来 将这些性物由一个地方搬去第二个地方 所以你说 约柜连望都不能随便望 更加莫说摸 那你说这么多的细节 大卫怎会记得了 如果大卫不记得 你可以问一问利美人 因为利美人就是 专业搬约柜的 你就问一问 利美人我们今次要把约柜 搬回耶路撒冷 要怎样搬 你就搞清楚整个action plan 由这里搬去这里 哪个人负责搬 甚至我觉得如果你是认真一点 做一个实地勘察 去一去走一次 由约柜回去耶路撒冷 那条路会不会是平坦的 有没有地方有很多碎石 有没有地方要避开 令到我们整个运送的过程 是畅通无阻 我当然会这样期待大卫 你这么有心 要把约柜搬回来自己身边 你一定很仔细地研究清楚 怎样搬约柜 我们看看大卫是怎样搬约柜 我们看看撒姆尔记下的六章 是这样记载的 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人中 所有简选出来的三万人 大卫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人 起程前去 要从巴拉犹大把神的约柜运来 这约柜的名称 是以坐在二基路柏上万军之夜和华的名字而起的 他们将神的约柜由山江上阿比拉达的家旅台出来 安放在一辆新车上 阿比拉达的两个儿子 乌萨和阿希药赶着这辆新车 车上有神的约柜 阿希药走在约柜的前面 他们到了拿根的打和场的时候 因为牛几乎半岛 乌萨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 耶和华的怒气向乌萨发作 神因这错误的举动 就当场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边 发生什么事 我没看错 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者 两个利美人 乌萨阿希药三个都应该是很明白神的话 很清楚要怎样搬约柜 你看到他们犯了几多的错 为什么他们搬约柜会用车搬的 为什么不是按着圣经的指示去搬的 大卫乌萨阿希药在哪里学回来 要用车来搬约柜的 原来用车搬约柜这件事 是他们的敌人肥利士仁发明出来的 刚才我提过 以色列人在一场战役当中 他们败给肥利士仁 所以约柜都被肥利士仁抢走了 抢走了之后 约柜一直都留在肥利士仁的境内 七个月 在这七个月里面 肥利士仁因为神的约柜受了不少苦 有死的 有病的 病得他们害怕 接着他就说 真的不行 我要把这个约柜送回以色列 不能再往我们境内 但是肥利士仁他们不知神的要求 于是他们就说 不如我们整辆车 把约柜放在车里 再找两只牛去拉这辆车 如果一只牛带这个约柜离开我们境内 我们就可以解脱了 就是这样 用车去运约柜这件事 是以色列人的敌人 肥利士仁去想出来 大卫 他去想运约柜的时候 竟然没有去看一看神的要求 两个利未人 他们是专业搬约柜的人 竟然会借用一个他们敌人 肥利士仁搬约柜的习惯 去搬神的约柜 其实最初 大卫想把约柜搬到自己身边 他很有心去敬拜神 他不爱神的话 他怎会想要搞这么大堂事 二十年都没有人在乎约柜 他既然如此有心 神应该很喜悦 但可惜 他去敬拜神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不合神心意的方式 神说得这么清楚如何去敬拜他 他们没有去跟从 反而用敌人的方法 用一个方便的方法 用牛车来把最神圣的约柜 去搬回耶路撒冷 由此可见到什么 以色列人普遍敬拜神的态度 很偷奇 他们没有去研究究竟神想祂 怎样去敬拜自己 就算祂的心想敬拜神 但祂的行为不按着神的心意去做 这个敬拜是吴蒙神所喜悦的 最终就酿成一个悲剧 所以当时我想神看到大卫很失望 而大卫自己也很害怕 因为他初时想着 我这么有心 二十年没人想过的东西 我会做 还不会得神喜悦 而且大卫和神的关系 一直都很紧密 他这次第一次成为全个以色列的王 他会用王的身份 去带领百姓去敬拜神 而在这个这么重要的开始 他竟然犯了一个这样的错 你说大卫可以怎样回应 我们一起继续看一看 《撒母义记下》是怎么说的 那天 大卫惧怕耶和华 说 耶和华的约柜怎可以到我这女来呢 于是大卫不肯把耶和华的约柜 运进大卫的城到他那里去 却转运到加特仁 厄别以东的家里去 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仁厄别以东的家 停留了三个月 耶和华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有人告诉大卫王 耶和华因为神的约柜的缘故 赐福给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 大卫就去 欢欢喜喜把神的约柜 从厄别以东的家中 抬上大卫的城里去 那些抬耶和华的约柜的人走了六步 大卫就献一头公牛 和一只肥畜为祭 大卫畜着细麻布的以忽得 在耶和华面前 极力跳舞 经过了前一次的失败 大卫这次就很深刻地反省一下 究竟上一次有什么做得不对 所以这次你看到 他再去搬约柜的时候 他终于会找人去抬 而不是用车去运约柜 他不再贪方便了 而且你有没有看到 他沿途是极力跳舞 他是比尽力地去敬拜神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大卫是一个我们很值得去学习的敬拜者 正正是因为他不是永远都对 圣经记载他都有错到很离谱的时候 但每次在大卫的错误里面 他会改 他会愿意去用神喜悦的方式 重新的一次去敬拜神 好了 接着来 我想大家看看 另一种会影响我们很热情去敬拜的问题 是什么 就是一个旁观者的态度 这么巧在同一段经文 我的确让我找到一个 在敬拜的群体里面的一个旁观者 当时举国欢腾 全民敬拜 因为神的约柜回到我们身边 要在耶路撒冷里面 但其中有一个人 他的反应很不一样 这个人是大卫的太太米甲 我们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在撒母耳记下的六章是这样记载 耶和华的约柜混进大卫城的时候 苏罗的女儿米甲 从窗户向外观看 看见大卫王 在耶和华面前跳跃舞蹈 心里就鄙视他 大卫回去要给自己的家人祝福 很夸张 哪有那么感动 其实就像米甲这样的心态 米甲是大卫的太太 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 他是上一任以色列王 蘇罗的女儿 作为以色列国的公主 我想他比起很多平民百姓 有更多机会在敬拜的时候 坐在头牌 他可以很近距来看到 祭司是怎样敬拜神 他可以很近距来看到一些 很热心的民众去敬拜神的那种表达方式 如果是这样 为何他会去鄙视大卫极力跳舞去敬拜 当时大卫极力跳舞的时候 他不是穿着黄的衣服 他是穿着一件非常朴素的以忽德 当他穿着一件这样的衣服去跳舞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他的脚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 在近东文化里面 一个有尊严有地位的人 他不会有很夸张的动作 他不会跑 他不会跳 因为当他有很夸张的动作 就会让其他人看到他的脚 这样是失身份的表现 所以我想 米甲作为皇族的成员 他应该平时观察到皇族的人 特别是作为皇帝 敬拜的时候的反应是怎样 他爸爸素狼王就是皇帝 我估计他平时看到 一个皇族去敬拜的时候 应该就是 就这样站在那里 口吁吁的 没有什么动作 没有什么反应 这种就是他觉得 皇应该有的敬拜的表现 所以当米甲看到大卫 在众人面前去跳舞敬拜神的时候 他不是选择一起去 参与在那个敬拜里面 他选择在这个敬拜里面 做一个旁观者 他觉得他自己作为皇族的身份 比起他怎样敬拜神更加重要 神怎样看他不重要 人怎样看他才重要 他忘记了敬拜里面真正的主角 是神不是自己 在敬拜里面你不是看一个show 你自己就是那个敬拜者 去敬拜给神看 所以在《圣母二记六章》里面 我们看到有很多属神的子民 不同的敬拜面貌 我们会看到 好像利美人乌撒 单单有心去敬拜 但是他随便地去敬拜 去敬拜的方式不合乎神的心意 而米甲就在大部分的敬拜者里面 他选择了做一个望人敬拜的人 是一个旁观者 大卫他有改变 他本身也很有心去敬拜神 但是他没有用对的方法 但是当大卫看到自己错了之后 他完全的改变 他是极力跳舞 比尽力地去敬拜神 大家都在同时期 为什么 护杀米甲和大卫的敬拜态度 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呢 这就是我最好奇的地方 为什么大卫可以比尽力地去敬拜神 有没有办法可以找到背后的原因呢 有 因为当我看到大卫如何去回应米甲 和大卫之后将药柜运去耶路撒冷 他写了一首诗歌去讲 去表达他的敬拜的时候 我从这两个资料里面 我看到大卫可以比尽力去敬拜的原因 我们首先看看大卫是如何去答米甲 在《撒母义记》下的六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 大卫这样和米甲说 他说 我是在耶和华面前跳舞 耶和华拣选了我 令我高过你父亲和他的全家 立我做耶和华的子民 以色列的领袖 所以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跳舞作乐 我还要比今天这样更卑贱 我要自视卑微 至于你所说的那些疲累 他们都要尊重我 第一个原因 大卫可以重燃敬拜的热情 去给力地去敬拜神的原因 是因为耶和华拣选了他 立他做他的百姓 以色列的领袖 当耶和华去拣大卫的时候 最初的拣选 其实发生了在二十年之前 大卫在今天 他终于去到整个以色列国统一 他是以色列国的国王的时候 他想起神二十年前拣选他 当时的拣选有什么特别 就是大卫是一个一点都不起眼的人 连他自己的爸爸都觉得 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找大卫的哥哥 他们才是一帮可以做大事的人 连他爸爸都觉得 大卫比不上他哥哥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神看到大卫 神选了大卫 所以当大卫他看到 这二十年里面 神选了他 而神一选选 今天真的成就了 大卫真的成为了 全国以色列的王的时候 他充满着感恩 他记得了一切 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 他就知道 今天他有这个地位 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 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但神选了他 所以他用尽力去敬拜神 因为神选了他 第二个大卫可以重燃敬拜的热情的原因是 他记得神对他的拯救 刚才我说过 当大卫将个药柜搬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写了一首诗歌 去赞美耶和华 那首诗歌是记录在历代至上的十六章 其中一段是这样说 大卫去纪念神的救恩 他是这样说的 我必把加南地赐给你 作你们的产业的份 那时你们人丁单薄 数目很少 又是在那地作寄居的 他们从这国走到哪国 从一族走到另一族 耶和华不容许任何人 欺压他们 这段的历史 是以色列百姓的历史 大卫记得神 怎样拯救过以色列民 当他们在埃及 做奴隶的时候 神用神迹 将他们由埃及 一个这么强大的国家拯救出来 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神一直都跟他们同在 他不让人欺负这帮以色列人 大卫记得神 怎样拯救他的民族 而今天 他自己亲身这样经历 神怎样在他生命里面 对他所做过的所有拯救 所以大卫可以重演 敬拜的热情 因为他想起过去 神在他生命里面 所做过的一切 包括拣选 包括拯救 其实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 可以来到去敬拜神 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神拣选我们 可能我们的家人都觉得 看死你也是这样的了 大神拣选我们说 你是我的儿女 他重视我们 不单止是这样 我们还经历神的拯救 你知不知道我们比大卫 知道神更多了一样东西 大卫知道神是那位大能的神 但我们知道 这位大能的神 竟然愿意为了爱我们的缘故 降悲 来到我们的当中 耶稣就是用一个最弱势 婴儿的形象 来到我们的当中 而耶稣也都为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面死 一个伟大的神 他不单止有大能去拯救 他选择成为软弱 去拯救我们 以至今天我们这一帮人 因为相信耶稣 我们可以脱离了死亡的恐惧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神给你的拯救 是每一天的 你每一天 我们在疾病里面 我们可以深存盼望 我们在死亡的面前 我们可以松荣 甚至面对未知的将来 我们知道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 他会教我们 如何过好每一天的生活 不单止是这样 在历代至上的那一段 大卫的诗歌 后半节 截录了成为了诗篇九十六篇 在诗篇九十六篇 很多人说 最重要的一句 是第十节 诗篇九十六篇的第十节 是这样讲的 你们要在万民中宣告 耶和华作王 世界就坚定 必不动摇 他必按着公正审判万民 最后一个大卫可以重言敬拜的热情 就是因为他知道 耶和华作王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宣告 他特别之处在于 大卫讲这句的时候的时间点 大卫当时如果要作王的话 谁作王呢 大卫作王 他等了这么多年 他现在成为整个以色列的王 所以如果他要去赞你 他要兴奋的话 他可以说 我今天终于成为整个以色列的王了 但在他人生最巅峰的位置 大卫的宣告是 耶和华作王 大卫看到掌管真正的一切 是神自己 他今天可以成为以色列王的原因 是因为耶和华作王 所以耶和华可以将权力去交给大卫 让大卫成为这个这么高的位置 大卫他很明白 他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神的 因此他可以摆下自己作为王的那套衣服 他可以摆下那个尊严 去极力跳舞去赞美神 来到表达神才是真正作王的那个 其实在人生的颠峰时期 看得到耶和华作王 在人生逆境低潮的时期 耶和华作王 这一样东西 同样给到我们很大的安慰 和动力去敬拜神 因为当我知道 在世界的中局里面 耶和华是作王的话 即是代表我今天的失望 我今天的失去 全部都是暂时 终于一天 我可以见到这个景象 是耶和华作王 所以真正的敬拜 就是无论在我们人生 信、逆里面 我们都看得到 主权是属于这位 永远作王的耶和华神 为了这个缘故 我们愿意苦福地去敬拜他 大卫用极力跳舞来表达 他对神的苦福的敬拜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 我和他一起去参加一场的敬拜 当时我自己的敬拜传统 是习惯唱《生命盛世》 所以每次在敬拜的时候 我就是冬督地站在这里 只是嘴鱼 但我这位朋友 竟然在唱歌当中 他用跳舞的方式 出了去到台面前 我这个朋友 其实他是手脚很不协调的一个人 所以我很惊讶 他竟然完全不理 他跳舞的舞姿是多么奇怪地跳出去 当完整那场崇拜 我就去问这个朋友 为何你会这样去敬拜神 他当时跟我说 我回来敬拜神 我常想起一个景象 就是当一些小朋友 去到一个喷水池的前面 又或者是地上会喷水的地方 他们会很兴奋 就算他不懂跳舞 他们那一刻都会很开心地 围住那些水池去玩 跳入那些水里面 他说每一次在他敬拜里面 他就会想起这一幅景象 当他看到神 就好像那小朋友 看到那些水处那么兴奋 所以他会忍不住 就会很想跳出去 无论他跳得多么奇怪 他都很想用他的身体 去表达对神的敬拜 不如我们都试下 用我们的身体预言 用我们的动作 去表达我们里面那种 心灵诚实的敬拜 可能你都会说 我真的很不惯 在敬拜里面有这么多的情感 这么多的表达 或者是举手 你可以由一些很细微的动作开始 例如你可以在敬拜的当中 你将你双手放在你的心口面前 表达你是全心全意地去敬拜神 又或者你可以将你双手 轻轻地摆在你前面 代表你愿意放下自己 将自己完全交上 接受神的心意去过生活 甚至你可以举起你的双手 就是代表你将尊荣 威严能力和耶和华的名 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他 好出名的一位神学家 和目者Eugene Peterson 曾经讲过一番说话 是关于敬拜 他这样讲 他说 feelings are great liars if Christians only worshipped when they felt like it there would be precious little worship that went on we live in the age of sensation we think that if we don't feel something there can be no authenticity in doing it but the wisdom of God says something different namely that we can act ourselves into a new way of feeling much quicker than we can feel ourselves into a new way of acting worship is an act which develops feelings for God not a feeling for God expressed in an act of worship 我们以为要有好深的感受 好大的感动 我才可以去举手敬拜神 但是刚刚相反 我们的动作 我们的身体预言 是去带动我们的感受 代表我们 当我们愿意将身体 去献上 去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是将我们生命的主权 都在敬拜的时候 交给上帝 我不会再介意 隔离的人怎么看我 我的朋友怎么看我 所以我会愿意去举手敬拜神 我会愿意用我的全身 去表达我对神的完全幸福 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上帝就可以通过这些动作 去改变我们里面的感受 让我们可以更深地去经历它 你想不想在敬拜当中 更加深地去经历神 更加尽力地去赞美神 不如今天我们尝试一下 用你的声音 用你的身体 去献给上帝一个心灵诚实的敬拜 用你的全人 去表达耶和华 是你生命的主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 天父 尊荣和威严 在你的面前 能力和华美 在你的圣所当中 你配得所有的敬拜 我们要将荣耀和能力归给你 将你明当得的荣耀归给你 求你的圣灵 带领我们去敬拜你 祷告奉基督得圣明事而求 阿们